没错 眼前的这几架直升飞机 就是朴智鱼找来的援军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此刻的朴智鱼 底气也终于足了不少 大厦外的落地窗 瞬间爆裂开来 如同大雨倾盆一般 从大厦的顶层 直接坠落到了500多米的楼下 巨大的动静 将整个首府的寂静 都彻底打破 不过 这些重武器能不能打得到陈东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此刻 眼看着这些重火力的威力 没有用武之地 瞧之鱼也是有些急了 立刻看向了一旁江宰阵 江大师 该你出手了 江宰阵轻哼一声 恶狠狠地说道 用不着你来提醒 今天 我一定不会让这个龙国人 活着走出东海 说罢 江宰阵身形一闪 直接便朝着陈东袭去 陈东原本正在躲避着那些重火力的攻击 江宰阵这突如其来袭击 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 陈东无奈 值得相迎 也就是在陈东与江宰阵交手的空隙 那些武装人员立刻就抓住了机会 几声沉闷的巨响 几颗狙击子弹从直升机上飞射而出 静止射向陈东的头颅 然后他整个人竟是如同一只壁虎一般 紧紧地贴附在了那天花板之上 这一招便是所谓的壁虎游墙 随着陈东躲避 几颗狙击子弹全部打空 却也让江宰阵他们尝到了甜头 江宰阵的武功压制 再加上那些武装人员的辅助 双向夹击之下 陈东果然是已经捉襟见肘 风头彻底被他们盖过 形势彻底变得对他们有利了 那些武装人员再次驱动了重武器 对陈东进行扫射 在将陈东从天花板上逼下来之后 江宰阵便再次出手 对陈东进行武功压制 只可惜 陈东刚才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又怎么会再吃第二次 眼见着江宰阵袭来 陈东没有任何犹豫 便直接赢了上去 然而这一次 陈东并没有选择远距离交手 而是选择了与江宰阵近身颤抖搏击 这一下 那些狙击手立刻就犯了难 这两个人贴得如此之劲 若是贸然动手的话 极有可能会误伤到江宰阵 这可是江宰阵啊 他们东韩的神 这些普通的武装人员 哪里敢擅自动手 而此时的朴志宇 却是越快越急了 他很清楚 以江宰阵的实力 凭借一己之力 是不可能打得过陈东的 一旦江宰阵落败 那下一个遭殃的 可就是他了 于是 朴志宇便再没有多想 直接冲着那些武装人员大喊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动手 出了事 算我的 那些武装人员迟疑了一下 最终选择了听从 调志宇的指令 下一刻 几个狙击步枪的枪口 再次锁定了陈东的头颅 江宰阵自然也已经感受到了 那些直升机上袭来的杀意 整个人瞬间暴怒 他帮着这些人 在这里牵制对手 结果这些人倒好 竟然要把他当成了靶子 简直是该死 朴志宇 你想死是吗 江宰阵怒吼 朴志宇也是被江宰阵的气势里吓了一跳 他怕江宰阵 可他更怕死 随后 朴志宇心一横 直接下达了命令 开火 随着朴志宇一声令下 那些狙击手几乎同时 便扣动了扳机 一颗颗大口径子弹 静直地便朝着陈东飞射而去 当然 连通江宰阵也不可避免地 处于了危险之中 朴志宇 你个王八蛋 我饶不了你 江宰阵愤怒不已 恨不得立刻就将朴志宇击杀 然而 他这一句话都还没说完 陈东却是猛地一脚向上提起 这一脚正中江宰阵的下巴 顿时便将江宰阵的身形给向上提了起来 也就是在这一刻 一颗狙击子弹刚好袭到 江宰阵的后背之上顿时一阵剧痛传来 鲜血飞溅 江宰阵吃痛 顿时一阵呲牙咧嘴 朴志宇朝着江宰阵身上看去时 也是吓了一跳 只见江宰阵的后背之上 那鲜血之中 一颗弹头竟是高高的鼓起在那里 那狙击子弹 竟是直接卡在了江宰阵的皮肉之中 直升机上 刚才那名射出子弹的狙击手 看着眼前这一幕 整个人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 以这狙击子弹的力道 是足以射穿钢板的 结果现在 竟然直接卡在了江宰阵的皮肉之中 这肉身的强度 简直是太恐怖了 神啊 这江宰阵 真不愧是他们东韩的神啊 事实上 这些枪手 还是有些高估了江宰阵的实力 江宰阵如今的修为 虽然已经堪比一部大宗师 可肉身的强度 却没有恐怖大到 连重型武器都能误视的地步 他之所以能够扛得下这一枪 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了他那肉身马甲的能力 若不是有只肉身马甲在 此刻江宰阵怕是不死 也要重伤了 朴志鱼 我杀了你 无端端地挨了一枪 江宰阵已经彻底被激怒 他再也没有废话 也不再跟陈东纠缠 转身就要奔着朴志鱼而去 他要先把朴志鱼杀了 卸了他的心头之恨再说 眼见这江宰阵朝自己袭来 朴志鱼也是惊恐万分 赶忙冲着那些枪手下达命令 快 开枪 拦住他 一起开枪 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 朴志鱼也知道 事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回头之路了 不管是陈东还是江宰阵 今天都必须要死在这里 要不然 他绝对没有任何火路了 随着朴志鱼下达命令 所有的狙击手 连同那些重击枪的枪手 都是同时扣动了扳机 一时间 各种各样 无数的子弹 同时便朝着陈东跟朴志鱼 二人倾泻而去 江宰阵气得浑身颤抖 他原本就只是 树腰过来吃个饭 玩几个女人消遣一碗而已 结果现在 对方不仅把他当成工具利用 甚至还要拉他一起垫背 江宰阵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江宰阵恨不得要把朴志鱼 给碎尸万段 然而 还不等江宰阵出手 他却是忽然感觉 一阵杀意陡然从背后袭来 正是陈东趁机出手 什么 江宰阵有些不可置信 在他看来 就眼下这种情况 对方最明智的办法 就是拉着他一起对付这些杀手 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 都有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对他动手 不明智 这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事实上 陈东却并不这么觉得 诚然 江宰阵反水去对付那些枪手 去杀条智鱼 的确也等于是在帮陈东 只可惜 陈东不稀罕 除掉几个杀手而已 哪里还用得着外人帮忙这么麻烦 几颗子弹扫射而来 正中江宰阵的后背 一时间 江宰阵后背之上 血花似箭 只打的江宰阵口中 也是震出血来 而陈东 则是因为躲在了江宰阵的身后 完美地避过了所有子弹 陈东看着江宰阵那一张惊恐的面容 轻笑一声 淡淡说道 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 因为十一美刀 葬送了你一个一步大宗式的命 你觉得划算吗 什么 江宰阵恶然 下一刻 陈东再没有废话 猛地推动着江宰阵 如同一辆汗不未死的战车一般 顶着枪火 静直地朝着落地窗口冲击而去 他想干什么 开火 快开火 然而 这些火力 凶猛的子弹 打在江宰阵的身上 却全部都被挡了下来 江宰阵身上的这件肉身马甲 真的是立下了大功 为陈东挡在了所有子弹 下一刻 陈东的脚直接蹬在了江宰阵的小腹之上 江大师 准备好了吗 我送你上天 话音落 陈东脚上猛然发力 一脚踹出 江宰阵的身体 顿时便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直接被陈东踹飞了出去 静直地撞在了大厦之外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之上 高速旋转的螺旋桨 瞬间便将江宰阵的身体给搅了进去 机舱里的几个枪手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直接跟江宰阵一起 从高空坠落了下去 500多米的高空 不管是这些枪手 还是江宰阵 都断无活下来的机会 然而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那架折翼的直升机发生偏转之后 直接便朝着旁边的另外一架直升机撞了过去 眼见着同伙撞来 那架直升机里的枪手们 吓得活都快丢了 快 快躲开呀 机舱里一阵惊呼 飞行员也是吓得头皮发马 第一时间不要调整飞行姿势 寻求躲避 然而 还是慢了一步 不等飞行员调整好姿势 两架直升机便已经撞在了一起 下一刻 两架直升机同时失去了空中 同一时间从空中坠落下来 片刻之后 两架直升机在世界大厦门前的广场上轰然爆炸 如此巨大的动静 直震的广场上的无数车辆爆警声大作 就连世界大厦 连通周围几公里内的窗户都为之震战 在东韩首府的市中心 竟然发生如此巨大的爆炸 这一次事情彻底大发了 可陈东却是丝毫都无所谓 既然朴志宇都不怕把事情搞大到无法收场 那他还怕毛线 看着楼下火光冲天的飞机残骸 朴志宇早已惊得愣在原地 连飞机都能干下来 眼前这个龙国人 还是人吗 是啊 他当然不是人了 连东韩第一高手 被称作东韩之神的江崽镇 都已经死在了对方手中 这种存在 怎么可能会是人呢 而此时 剩余的那几架直升机上的人员 也都是已经下得不知所措 刚才那两架直升机的坠落 已经彻底把他们震撼到了 尽管他们有直升机 又有重武器 可此刻却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安全感 几名飞行员 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纷纷驾驶着飞机 朝着后方退避开来 眼见着那些直升机全部躲远 朴志已彻底急了 这些直升机 已经是他最后的倚仗了 要是连这些直升机都走了 那他可就真的只剩死路一条了 都别走 都给我回来 谁当逃兵 我朴氏财团让他全家不得好死 朴志宇怒吼 俗话说得好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朴氏财团为了豢养这些武装 平礼可没花钱 结果今天好不容易派上用场 这些人却要当逃兵 这样朴志宇如何能忍 那些飞行员枪手们听到这话 顿时都是有些犹豫了 朴氏财团在东韩的能力 他们是十分清楚的 若是朴志宇真的要治他们的罪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说到做到 让他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可眼下 眼前这个敌人又实在是太过恐怖 真要让他们继续出手 那实在是有点太冒险了 朴志宇自然也明白这些人的担心 他随即又大喊道 谁能替我杀了他 那十亿美刀就是他的 我朴氏财团 保他一世荣华富贵 不得不说 朴志宇对于普通人的人性很清楚的 让这些普通人为了他冒生命危险 是不太可能的 可若是让这些人为了钱去冒生命危险 那就完全可行 事实证明 这次的确是让朴志宇赌赢了 俗话说得好 重赏之下 必有永福 随着朴志宇说出这句话 那些枪手的心思 顿时就活泛了起来 十亿美刀 这对于他们这些普通的枪手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人数字啊 哪怕是他们拿来评分 分道的钱也足够让他们一辈子享尽荣华了 这么大的诱惑 绝对够他们赌一次了 正当其他几架直升机的人员 还在商量着 甚至要冒这个险的时候 其中一架直升机 却已经率先朝着大厦这边靠近了过来 很明显 这架直升机想要先行一步 拔得头丑 其他直升机健壮 也都是蠢蠢欲动 做事就要跟进 眼见着这些直升机 竟然为了钱财去而复返 陈东不由地叹了口气 还真是 人未才死 鸟未食亡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话音落罢 陈东陡然出手 一道金光闪过 玄铁片陡然寄出 静直地便朝着那架为首的直升机 飞射而去 玄铁片一扫而过 那架直升机的螺旋桨 却是从根部直接断裂开来 没有了螺旋桨的机舱 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钢铁棺材 一头便朝着下方扎落下去 啊 不要啊 救命 我不想死啊 啊呀 夜色下 传来那些枪手们 越来越远的惨叫 只不过 陈东的心中 却是生不起丝毫的同情 这些人既然选择了 为钱财冒险 那就理应做好了 人未才死的准备 这也是他们做这一行 最起码的觉悟 剩余的几架直升机 原本也是要朝着这边跟进的 结果他们 眼睁睁看得为首的那架直升机 被陈东以竖法当场展落的一幕 心中彻底惶恐 连直升机都能展落 眼前这个龙国人 才是真正的神啊 那几架飞机的飞行员 想都没想 直接就要掉头逃走 只可惜 陈东怎么可能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玄铁片在夜空之中 划出一道道弧线 所过之处 那些直升机的螺旋桨 全部斩断 几个没有了飞行支撑的机舱 几乎同时坠落下去 看着眼前这一幕 朴志宇下的头皮发麻 彻底失态 只觉得眼前的这一切 不像是现实 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随后 陈东便又重新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朴志宇 在被陈东目光盯上的那一刻 朴志宇不由的身子一颤 只感觉像是被死神盯上了一半 后背一阵发凉 朴志宇再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赶忙便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陈东面前 饶命啊陈总 我知道错了陈总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求求你了 朴志宇吓得屁滚尿流 拼命地哀求 陈东却是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机会 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一次了 只可惜你没珍惜呀 陈东老有意味地说道 朴志宇一阵恶然 上次要不是陈东手下留情 他怕是已经死在那龙国的别墅里了 他也知道 现在自己在求对方给自己一次机会 确实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过在这生死关头 朴志宇哪里还在乎这些 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自然是要抓住所有机会的 随后 朴志宇赶忙大喊道 别 别杀我 只要你放我一次 我愿意给你十亿美刀 不 二十亿 您看怎么样 陈东眉头一挑 二十亿美刀 还真是不少啊 听到这话 朴志宇顿时心中一喜 仿佛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陈东却是没有丝毫理会 而是随手 从地上捡起了一个酒瓶 陈东随手一敲 便将酒瓶从中间轻易敲碎 只留下了瓶口的半截 我 朴志宇想到了什么 心动忽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说吧 陈东再没有废话 端起手中的酒瓶 直接便朝着朴志宇捅了过去 一声闷响 心红的鲜血 瞬间狂涌而出 朴志宇口中发出着痛苦的惨叫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也是充满了恐惧 他可是普世财团的继承人啊 朴志宇无论如何 也不敢相信这一切 对于陈东来说 这不过只是一次简单的复仇而已 二十分钟后 医院门口的安保人员 便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医院门口的道路上 几十辆黑色的轿车 排成一条长笼 静直地便朝着这边驶来 安保人员就算是再傻 也知道这来的绝对是大人物啊 二话不说 便赶忙打开大门迎接 几十辆轿轿一拥而入 直接便在门诊大楼门口的 静停区域停了下来 整个医院却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车门随即打开 一大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下车之后便快步地走到了 为首的一辆定制款 劳斯莱斯的车门前 车门打开 一个头发略显花白的中年男人 面色阴沉地走下车来 会长 那些西装男人 整齐滑衣地朝着面前的男人 攻身行礼 态度恭敬至极 而事实上 眼前这个男人 也的确是配得上他们的恭敬 因为他不是别人 正是朴氏财团现任的当家人 会长 朴光泰 此时 面对着众人的行礼 朴光泰却是看都没看一眼 静止地走进了门诊大楼 那一众朴氏财团的骨干 也是不敢怠慢 赶忙跟了上去 又是开道 又是阻止普通人拍照的 场面很是壮观 片刻之后 朴光泰终于来到了 阿西优的门口 刚到地方 一个年过六旬 身穿白大褂的老者 带着一众医务人员 便赶忙跑了过来 这老者正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见过会长大人 院长来到朴光泰跟前 一个90度的鞠躬 脸上说不出的紧张 这也难怪 因为连这家整个东韩 数一数二的医院 也是属于普世财团的产业 朴光泰正眼都没看着院长一下 只沉生质问道 至于呢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院长等人闻言 却都是低着头 迟迟不敢回应 朴光泰本就担心朴至宇的安危 此刻看到这院长迟迟不给回应 顿时失去了耐性 怒道 你是哑巴吗 我在问你话呢 至于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这院长迟疑了一下 终于如实说道 回禀会长 少会长他 他因为受伤太重 失血过多 现在生命垂危 只怕是 只怕是什么 朴光泰质问 院长无奈 只好说出了最终判断 只怕是 就不活了 朴光泰瞬间暴怒 气得想要杀人 谁说我的至于就不活的 你再敢乱说一句 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朴至于是朴光泰最看重的儿子 也是朴氏财团未来的继承人 可以说 朴光泰已经做好了 要把自己一辈子所有的产业 全都交到这个儿子手上的准备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儿子就是朴光泰眼中 自己光辉一声的延续 可是现在 眼前这个院长却告诉他 朴至于已经没救了 这样的结果 让朴光泰如何能够接受 愤怒间 朴光泰二话不说 直接从旁边保镖的腰间拔出枪来 啪的一声抵在了院长的脑袋上 告诉你 现在就去尽全力抢救我家治愈 我儿子要是就不活 我就让你们也跟着一起陪葬 为了留住自己儿子的性命 朴光泰可谓是歇斯底里 彻底疯狂了 院长等人 平日里打交道的都是病人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顿时吓得纷纷跪倒在了地上 会长饶命啊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真的不是我们的医术不行 实在是少会长的伤势太过严重 真的是就不回来啊 院长吓得浑身颤抖 白大褂都被冷汗尽湿 只可惜 朴光泰却是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没有一个字的废话 朴光泰毫不犹豫 直接扣动了扳机 那院长坑都没坑 直接被抱了头 一头扎倒在了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了 我的妈呀 一旁的那些医务人员们 看到这一幕 全都是吓傻了眼 他们本以为朴光泰 就只是吓唬吓唬他们而已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敢开枪 要知道 这里可是医院啊 公共场合 朴光泰就这样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他们的院长给当场处决了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救我家这里的命 朴光泰像是疯了一般 非要把本就没有的希望压到这些医务人员的头上 那些医务人员 此刻都是又惊又怕 刚才的抢救 可是他们的院长大人 亲自动手的 连医术最高的院长 都束手无策 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朴光泰这哪里是让他们救人 分明就是在赶鸭子上架 是要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呀 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一名医护人员情绪彻底失控 疯了一般 拔腿就要逃跑 然而 他才刚跑出两步远 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瞬间击穿了他的后背 那医务人员直接扑倒在地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 这一下 剩余的那些医务人员彻底崩溃 眼见着朴光泰在公共场合 就要大开杀戒 所有人都是惊恐万分 尤其是那些医务人员 此刻更是吓得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 全身颤抖 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可就在这一时 一个身影却是忽然上前 拦在了朴光泰的面前 会长息怒啊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发福 却是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妇 这个女人名叫金秀慧 正是朴智宇的生母 同时也是朴光泰的妻子 或者准确地说是朴光泰的正方 毕竟像是朴光泰这种 掌管着千亿资产的财团会长 怎么可能只安于一个女人 事实上 光是坡家别墅里住着的 有名有姓的老婆 就有七八位 外面的女人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 朴光泰这位财团会长 在做男人这方面 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来 此时 哪怕是自家老婆拦着 朴光泰也是一脸的不爽 你想干什么 也想替这些废物求情吗 金秀慧却是吃笑一声 不屑地道 会长您误会了 这些普通平民的性命 怎么可能跟我们家之宇的命 相提并论 又怎么有资格 让我替他们求情 那些医务人员一阵恶然 他们本以为 这个女人替他们拦住 疯狂的朴光泰 是因为同情他们 没想到 对方同样是从来没 把他们的性命放在眼里 朴光泰却是根本不在意这些 而是冷声质问道 既然不是求情 那你是什么意思 金秀慧随即说道 会长 你也看到了 这些废物的能力有限 想要靠他们就治愈的命 是不太可能了 就算你把他们杀了 也办不到 朴光泰巴搭巴搭了嘴 虽然没有说话 可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很明显 他对于这些医务人员的能力 也压根是没有抱太大希望 他刚才之所以那般疯狂 大部分情况也只是在泄愤而已 这时 金秀慧却是又接着说道 其实您若是想就治愈性命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会长您愿不愿意 朴光泰听到金秀慧的话后 脸色陡然一变 显然是已经想到了什么 什么意思 既然有办法能够就得了朴志宇的命 为什么还要问朴光泰愿不愿意 朴志宇可是朴光泰的亲儿子 朴光泰对于这个儿子 那可是爱之深的呀 没看到他为了救儿子 都已经在大开杀戒了吗 若是有办法能够就得了儿子的命 这位朴会长又有什么理由会不愿意呢 然而此刻 朴光泰的反应 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只见朴光泰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纠结 眼神之中也是挣扎与不舍 很显然朴光泰竟是在就不就自己儿子之间 做着很艰难的思想斗争 朴光泰此时的反应 让所有人都是十分不解 只有金秀惠一个人 此刻对于朴光泰的反应 却是面色平静 显然是早有意料 身为朴志宇的亲生母亲 金秀惠此刻并没有情绪激动 也没有吵吵闹闹的 他只是在等朴光泰的决定而已 片刻之后 朴光泰一咬牙 似乎是终于做出了决断 随后 朴光泰二话不说 直接便从身上拿出了一个金属盒 这金属盒只如戒指和一般大小 可做的却是颇为精致 而且上面竟然还有密码 以及红膜解锁的装置 可谓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事实上 这个金属盒子 乃是朴光泰找人专门定做的 不仅用的是最坚固的金属材料 坚不可摧 而且还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安防设备 除了朴光泰之外 别人即便是拿到 也是根本打不开 若是采用强硬手段强行拆解 里面的东西更是会直接自毁 看上去很小的一个东西 却价值超过五千万 由此可见 这里面的东西究竟是有多么贵重 随后 在经过了一番复杂操作之后 金属盒终于开启 下一刻 只见一颗通体金色的圆球 便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那竟是一颗 丹药 此时 一旁朴氏财团的众人 看到眼前这颗丹药之后 先是一震 随即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顿时都露出了 无比震惊的表情 这 这该不会就是 就是 金修会此刻看到朴光泰 终于肯将东西拿出来 脸上也是瞬间露出了 惊喜的表情 没错 这就是那传说中的大环丹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大环丹 还真的是大环丹啊 如此神奇的东西 这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存在呢 朴光泰在金修会的劝说之下 终于愿意将大环丹拿出来 这还真是让金修会喜出望外 会长 您愿意将自己之爱的大环丹拿出来 就致以的命 您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相信 等这一醒过来之后 一定会感激您的救命之恩 感谢您的父爱的 金修会唯恐朴光泰会后悔 赶忙先把高帽子给他戴上 随后 金修会又赶忙说道 会长 至于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 要不咱们还是尽快把大环丹给他吃下吧 要不然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朴光泰看着手里的大环丹 挣扎了许久 终于将丹药交了出来 金修会接过大环丹后 再也没有丝毫怠慢 赶忙冲进了ICU 大概十分钟后 金修会欣喜万分地跑出了病房 会长 至于 得救了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全都是惊讶不已 要知道 刚才朴至于可是被难院长 直接判定为无法救治的 只有死路一条 结果现在 这才吃过丹药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竟然就直接被救回来了 这就是那传说中大环丹的功效吗 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然而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就在金修会说出了这个消息之后没多久 并见身后ICU的大门 却是再次打开 一个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不是别人 赫然竟是朴至于 爸 多谢您了 朴至于一脸激动地说道 我的妈呀 在场的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尤其是那些医务人员们 此刻更像是见了鬼一样 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几分钟前还身受重伤 失血过多被他们联合救治都没能救回来的朴至于 如今不仅脱离了生命危险 甚至还能直接下床走路了 这 这怕不是幻觉吧 夸张啊 这简直是太夸张了呀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那些医务人员们 看着眼前走出来的朴至于 一个个都是无比震惊 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要崩塌了 就连朴光泰 看着眼前重新站立在自己面前的朴至于 也是显得十分激动 在此之前 虽然他也知道 那大黄丹的功效必定十分惊人 可他却不敢确定 是否真的如那位高人说的那般厉害 如今 看到朴至于如此奇迹般的恢复 他终于能够确定 那大黄丹 真的就是神药啊 可随之而来的 却又是深深的惋惜 因为那位高人 他当年也只是既然巧合之下遇到的 他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更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去寻找对方 就算是能够找到 对方怕是 也不会再给他更多的大黄丹 所以 那颗被朴至于吃下的大黄丹 基本上就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刻 原本 这应该是朴光泰留着自己保命用的 结果现在 尽管救的是自己的亲儿子 可要说没有任何不舍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此刻 朴光泰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 实在是越想越郁闷 随后 朴光泰直接沉声说道 既然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那就说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了这副德行 此时的朴光泰 心中既郁闷又恼怒 在他看来 要是朴至于今天晚上没出这档子事 他的大黄丹也不至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没了 朴光泰又不可能把怒火发泄到自己的亲儿子身上 所以他便准备把这一切都问得清楚 他的怒火必须要有一个发泄的口子 事到如今 朴至于也不敢隐瞒 他把朴光泰单独请到一边之后 随即便把自己最近跟黄金炸之间发生矛盾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听了朴至于的讲述之后 朴光泰顿时一阵无语 所以你今天之所以会落得这么惨的地步 竟然只是因为龙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店的小老板 朴至于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一想到自己那本来可以用来给自己保命的大黄丹 竟然只是因为一个小人物而丢失的 朴光泰的心中就说不出的烦闷 说实话 此时的朴光泰还真的是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这个儿子如此没用 他真是不应该把那么重要的大黄丹 用在这个废物的身上 失望 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事实上 朴光泰也不见得真就对朴至于有多失望 说到底 他还是为他的大黄丹感到惋惜 这种惋惜后悔的情绪越来越浓 甚至让他连对朴至于都没有了太多的耐性 更多的是怨恨 朴至于自然也已经感受到了朴光泰的怒意 赶忙解释道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那个黄金炸的小老板 真的不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简单 甚至连江宰镇江大师都败在了他的手上啊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是普通人呢 朴光泰愣了下 赶忙皱眉问道 你说谁 江宰镇 没错 就是江大师啊 朴至于点头说道 爸你还不知道吗 江宰镇今天 死在了世界大厦呀 什么 朴光泰忽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赶忙追问道 快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朴至于也不敢隐瞒 随即便把今天江宰镇的事情给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听了朴至于 朴至于的讲述之后 朴光泰先是愣了几秒钟 随即他二话不说 啪了一巴掌直接扇在了朴至于的脸上 朴光泰气得破口大骂 连江大师都敢脱下水 甚至还敢对江大师开枪 你是活腻了吗 朴至于平白无故碍了一巴掌 只觉得万分委屈 赶忙说道 爸 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当时要是不开枪 这怕死的就是我的呀 而且 江宰镇现在都已经死了 咱们也没必要再担心了 朴光泰气得火冒三丈 恨铁不成钢 江宰镇虽然死了 别忘了他门下可是还有那么多弟子呢 尤其是他那大弟子 实力几乎已经足以与江宰镇匹敌 他要是追究起来 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得起吗 你是要把我们整个朴氏财团害死 是不是 朴光泰的情绪显得很是激动 恨不得想要杀人 事实上 朴光泰此刻是真的想杀人了 而且想杀的 还是朴至于这个亲儿子 他把自己用来保命的 质保大孩丹都给搭进去了 才就回了朴至于一条命 结果没想到 就回来的竟然是一个傻逼 给他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这一刻 朴光泰越发觉得 自己的那颗大环丹 简直是太不值了 后悔后悔后悔 朴光泰 简直是肠子都悔清了 要是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他就算眼睁睁看着朴至于死在自己面前 也绝对不会把大环丹拿出来的 拿大环丹 救了一个惹出这么大麻烦的祸害 这跟喂狗有什么区别 随后 朴光泰更是在懒得废话 直接对朴至于命令道 等天一亮 你就给我去僵尸道馆 找江大师的弟子 他们去认罪道歉 一定要争取他们的原谅 听懂了吗 什么 朴至于彻底傻了眼 亥然道 爸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江崽镇可是因为我才死的 要是让僵尸道馆的人知道这些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留任何葫芦多的呀 爸 我绝对不能这么做呀 朴至于又不是傻子 自然是当场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朴光泰却是丝毫不给朴至于这个拒绝的机会 怒斥道 你不做也得做 这是你自己捅出来的篓子 就应该你自己去承担 你自己没有活路 总比把整个朴氏财团都脱下水的好 事实上 朴光泰的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 他们朴氏财团虽然资产雄厚 在东韩也可谓是手眼通天 可僵尸道馆的实力却同样是不用小觑 说白了 朴氏财团手里的钱 只能让朴氏财团在普通人面前横行无忌而已 可僵尸道馆的那些武道高手们 却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他们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要他们想杀一个人 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的 哪怕是再多钱也没有用 所以朴光泰如何能不惧怕 听到朴光泰的命令 朴氏财团只觉得一阵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竟然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面逼 这还是亲生父亲吗 爸 我可是你亲儿子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你这样跟让我去死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 那你刚才还就我干什么呀 朴氏宇满眼含泪 很是激动 想要以此来打感情牌 让自己老爸改变想法 可他哪里知道 他越是这样说就越是出了朴光泰的眉头 是啊 老子就你干什么 还白搭了老子的大环丹 你给我闭嘴 朴光泰狂怒不已 又是一巴掌直接扇在了朴智宇的脸上 接着怒吼道 告诉你 天亮之后 立刻给我去认罪道歉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让人打断你的腿 亲自绑你过去 听懂了吗 此时的朴光泰像是一头发怒的野兽 满眼通红 彻底把朴智宇给吓到了 朴智宇不敢忤逆 只好搭拉着头 一脸苦涩地道 听懂了 朴光泰则是理都没理一下 转身便直接静止离去 此时 远处那些朴氏财团的人 则都是一头的雾水 刚才朴智宇跟朴光泰之间的谈话 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到 可众人也都是从他们之间的肢体动作上 看出了一些情况 这父子俩明显是吵架了呀 可这也不应该呀 要知道几分钟前 朴光泰才刚把儿子的命就回来 按道理来说 现在不正应该是副辞字孝的时刻吗 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呢 不过眼下 他们也都顾不得去想这些了 因为朴光泰已经来到 会长 众人再次行礼 朴光泰看都没看一眼 便冷着脸走出了门诊大楼 那些朴氏财团的人 也都赶忙跟了上去 临走前 一个助理模样的人 还不忘指着地上那两具 医务人员的尸体 言语轻松地说道 你们把这里打扫一下 说吧 那助理也便直接离去 只留下那些惊魂未定的医务人员 还有那院长 他们的尸体 如同垃圾一般 横行无忌 凌驾法律 这才是手眼通天 这便是朴氏财团 原本 朴氏与理应成为这样一个 庞大资本的掌权人 可此时的他 却彻底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因为他很快 就要跟这一切无关了 此时的他 已经彻底成了 朴氏财团的气责 怎么办 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难道自己才刚刚 从阎王爷手里捡回一条命 现在就要再重新送回去吗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至于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朴氏与抬头 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母亲 金秀慧 妈 你怎么会 刚才金秀慧明明跟那些朴氏财团的人一样 距离很远 怎么可能会听到了这一切 这太不可思议了 金秀慧拿出手机 只见那手机上打开的 正是一个监听页面 朴氏与瞬间明白了一切 只怕自己老妈是在老爸的身上 安装了监听的设备 天哪 这简直是太疯狂了 然而 更疯狂的还在后面 只听金秀慧一脸沉冷的说道 老东西明知道 让你去僵尸道馆认罪会害死你 却还要坚持 看来 他已经把你这个儿子给放弃了 可是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所以 只有母亲才是你真正的亲人啊 智宇 朴智宇眼前一亮 赶忙问道 妈 你想怎么做 金秀慧脸色陡然一变 声音冰冷地道 杀了他 什么 朴智宇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吓得一阵腿软 自己的老妈要杀了老爸 这疯了 这个世界彻底疯了 然而 金秀慧接下来的话 却是更加颠覆朴智宇的认知 只听金秀慧接着说道 这些年来 老东西的女人越来越多 已经越来越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我可是他的结发妻子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朴智宇恶然 可是 就因为这些 就要杀了我爸 未免也太 我在监听里听到 老东西打算把朴氏财团 继承人的位置 传给朴在序 什么 朴智宇惊大了双眼 金秀慧苦笑一声 要不然 你以为他 为什么能眼睁睁 看着你去僵尸道馆认罪 哪怕这样做 可能会害死你 因为他已经有了 其他的选择 你已经被他抛弃了 就跟我一样 我们都像是垃圾一样 被那个老东西给抛弃了呀 智宇 朴智宇财团再大的家业 也只要不落在你的手里 那你永远都要被人摆布 你懂了吗 我的儿子 在金秀慧的挑唆之下 朴智宇彻底醒悟 眼神也是逐渐阴冷起来 我懂了 母亲 既然如此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杯卓俋潜